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部影响中国人半个多世纪的经典歌剧《白毛女》启动了整个中国的巡演 歌剧《白毛女》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了中国民族歌剧的里程碑作品 当年参与这部作品的年轻人几乎都来自于一座叫做鲁毅的艺术文学院 这座被称为新中国文艺摇篮的学校 究竟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1936年10月 历经磨难的三大主力红军在陕甘宁根据地胜利会师 三个月后 中国中央进驻延安 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坚决对日抗战 赢得了所有爱国青年的拥护 大批沦陷区和大后方的进步青年争先奔赴延安 这个青春洋溢的成都女孩就是后来演出过白毛女 血泪丑等著名歌剧的歌唱家孟渝 她毕业于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 1937年北平天津沦陷后 身负国仇家恨的文艺界进步人士 在国同区掀起了一场风气云涌的文化救亡运动 面对祖国山河的沦陷 16岁的孟渝怀抱着一腔救国之志 走上了成都街头 早上学姐会唱第一首歌就是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抚起天下的希望 听吧 忙而是大众的绝尚 看吧一年年过头的沦上 在民族危难之际 大刀进行曲 打回老家去 松花江上等一大批抗日救亡歌曲 在中国流传开来 激起了中华儿女抗日救亡 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决心 为了实现救国报复 16岁的孟渝决定奔赴延安 由于延安地处西北偏远地区 又有国民党的严密封锁 孟渝一直没有等到合适的机会 直到他看到一个改变他人生命运的广告 1939年秋天的一天 还在高中读书的孟渝 看到了山西民族革命大学 在成都的招生广告 正值花旗的孟渝决定报考这所革命大学 趁机离开成都 先到山西 而后再奔赴延安 靠林走的时候 我们才发觉 就是不能给家里做 家里绝不会让 所以我们两个是偷跑的 偷跑的拿点衣服 递着个小箱子 就跑到集合的地点去了 在成都的北门外的一个 长途汽车站集合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 都有四五十个人在那里了 那个同带我们经过荒山趴着上去 起初爱国青年的延安之旅 并没有遇到过多的障碍 但是到了1939年1月 情况发生变化 蒋介石颁布限制一党活动办法 在西安至延安的途中 国民党分别设置了 咸阳 草滩 三园 药县 铜川 中部 洛川等七处关卡 八百里秦川变成了重重封锁线 上海八一三事变后 后来同时梦于同学的 上海影星苏菲 为了实现自己的抗日理想 决定离开上海 前往革命圣地延安 为了避开国民党的封锁 他必须由上海秘密出发 绕经香港 越南 到达昆明 在昆明 由于苏菲继续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 他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 从昆明出来 我们都化妆 要不然走不了 国民党要抓 所以我们都穿着旗袍 把头发也烫了 弄成了国民党的一些小老婆 年轻的苏菲靠化妆 秘密到达贵州 在贵州 党的地下组织 又给苏菲送来国民党军的护士服 苏菲靠着伪装的身份 穿越国民党层层的封锁 终于到达了 共产党所在的西安办事处 一天晚上 我们是 这是二层楼 那个小旅馆 我们在楼下 楼上国民党的 一些小官 又喝酒 又拉胡琴 打麻将 哎呦 把我们吵得简直 一夜都不能睡 后来我们的队长 就想上去警告他们 后来领导说 不要动声色 还是安安静静地通过吧 第二天早晨 队长打通了西安守城士兵的关系 趁着大雾 苏菲和朋友们 悄悄通过城门 终于到达了 共产党所在的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让苏菲有一种 回家的感觉 1940年 后来写出过 经典歌剧 白毛女的贺静之 也听出了 鲁迅艺术学院 招生的消息 著名诗人贺静之 出生在京杭大运河畔 抬而装一户贫苦人家 1940年 不满16岁的他 约上了三位同学 一起投考鲁易 当贺静之和同学们 历经艰辛 走进延安的前哨 西安七贤庄 八路军办事处的时候 贺静之感觉 自己仿佛 步入了一片新天地 于是他便用诗句 生死一绝 投八路 阴阳两分 七贤庄 来形容自己 激动的心情 贺静之是中国当代 著名诗人和剧作家 15岁就机器参加 抗日救国运动 贺静之到延安后曾说 我在这里吃到了 人生中的第一顿饱饭 还有什么比这更暖心的呢 身处民族危难之际 跟贺静之有着一样 爱国之心的化军舞 也是历尽重重艰辛 才到达心中的革命圣地 延安 我们一个人 路上走了三个月 就从香港广州 长沙武汉 重庆成都 平民保激西安 这样子到西安再进 当时呢是 确实有这么一种精神 就是一定要找到国产 1941年1月发生 晚南事变后 音乐家贺绿厅 及夫人江瑞之 想去延安 于是贺绿厅 向在重庆的 八路军办事处 提出去延安的请求 但是他却迟迟 没有收到通知 当时国民党 对去延安的道路 封锁很严 只能先让贺绿厅的 夫人江瑞之 化妆成一个农妇 先去延安 组织上为了安全起见 两年后才通知 贺绿厅秘密去 往延安 在赴延安之前 贺绿厅特意留起了 八字湖 而且改名为 陈亦吴 还穿起了长衫 化妆成了一个买卖人 他先到达上海 在上海 他花钱买了一张 华北通行证 从北京到太原 几经周折 才来到了山西省 吕梁市离石县的 八路军地区 但是当地人 对这个穿着长衫 留着八字湖的人 十分警惕 对他更是严密看管 这个时候 一个县政府的干部 不经意听到此事 这个干部 曾经听过 贺绿厅编写的歌曲 这样才算替他解了眉 第二天 县政府派人 护送贺绿厅过黄河 经吴补县 随德专属 直奔中国革命圣地 延安 据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统计 即1938年5月到8月 短短三个月 就有2288人奔赴延安 这些冒着风险 长途跋涉而来的年轻人 一到延安 就匍匐在延安的土地上 甚至躺在黄土地上 高兴地打滚 就这样 黄河之宾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 最优秀的子孙 走着走着 走着又走着 哎呀那不是保他山吗 我们当时去 他就一看见保他 他蹦啊跳啊 那眼里哗哗哗就知道 谁也不认识谁 他们在山上也喊也叫 哎哟 恢复着锄头 恢复着地楼的 那个收获南瓜什么就喊 哎哟 那个场面 特别特别的感动人 在那段风烟滚滚的日子里 先后来到陕北延安的著名文化人 有历史学家范文兰 哲学家艾思奇 文学家周扬 田间 萧军 张庚 爱卿等等 1938年1月28日 延安白雪挨挨 寒气逼人 但在延安的每个革命青年内心 却燃烧着激情 为了纪念128松湖抗战六周年 四幕大型话剧《血迹上海》 在杨家岭连演十天 受到延安群众的热烈欢迎 向延生 著名的音乐史学者 也是大型话剧《血迹上海》 作曲者向瑜的儿子 《血迹上海》这演出 就是他作曲的 本来 大手风琴 但人伴奏 所以那个 那个剧照 有个 《血迹上海》 有个剧照 最后留下一个剧照 在边边上 有个拉手风琴 这是我父亲的 一天傍晚 毛泽东也出现在了 观众席当中 并且连续观看了 两场演出 公演结束之后 毛泽东洪亮地说 这个戏告诉我们 只有不怕牺牲 才能够挽救我们的中华民族 只有建立统一战线 才能够求得抗战的胜利 你们这个演具队 结合起来很不容易 这是山顶上和亭子间的结合 我认为这个队伍还需要再扩大 我们需要成立一个 抗大陕北工学式的艺术学校 毛泽东的极其讲话 顿时激起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所谓山顶上 指的是来自苏区与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文化人 而亭子间指的则是来自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文化人 毛泽东表示应当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 创立一所向中国抗日大学与陕北工学式的文艺高校 他的这一倡议很快便得到了落实 1938年2月受中央委托 著名艺术家沙可夫负责筹建鲁迅艺术学院和主持前期工作 然而当时在延城内 竟然找不到合适的孝旨 于是毛泽东便亲自和周扬等人 在城内城外四处寻找地方 最后决定把孝旨选在延安北门外 当选好孝旨 毛泽东当时指着文庙后山坡上的几孔窑洞 对沙可夫周扬等人说 不要小看这几座窑洞 将来也许它要成大气候呢 作为筹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负责人 沙可夫遇到了空前的困难 没有校舍 没有师资 没有教材 只有一群热血沸腾的学生 其他什么都没有 1938年2月 毛泽东亲自领衔 与周恩来 林博渠 徐特丽 陈访吴和周扬 共同作为发起人 联名发布了 由筹委会负责人 沙可夫起草的鲁迅艺术学院 创立缘起一文 创立缘起 约700字 宣言指出 艺术是宣传 鼓动 与组织群众 最有力的武器 在目前抗战的背景下 培养艺术工作干部 刻不容缓 我到银艺术那时候到山东去 结果到银艺术第二天 就碰到了一些所有 扎心 摧尾 兵力 吕迹 他们一看到我 他们说 你来了好 你就到鲁迷吧 三人之一政治 三人之一军事 三人之一的艺术 这对我胃口 1938年4月10日下午2点 延安窑洞前 彩旗飘扬 锣鼓喧天 在刚落成不久的 中央大礼堂里 鲁迅艺术学院开学典礼 隆重举办 学员们和参会领导 齐声唱起了 由沙可夫作词 吕迹作曲的 鲁迅艺术学院院歌 唱完歌周扬和沙可夫 请坐在学员中的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却连连摇手谢绝 他诙谐地笑了笑说 你们搞错了 我是工作人员 我不是首长 毛泽东坚持不做首长席 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们 挤坐在一起 传递出他对鲁迅师生 亲密的情感和殷切的期望 这是一张保留至今的 鲁迅开学时全体师生的合影 第一期学员共60人 教员47人 以后花式盖和文艺的 对文艺有一件特长的 也都从地区校里边 从抗打 从女打 从山公 就撞到鲁迅去了 所以一刹时间啊 鲁迅就是 又有学员 又有学员 会成的兴生了 师生们都是睡地铺 吃饭都是在院子里 分组围着一盆黑豆芽 或蹲或站 每套上课前 值日队长及和同学们 经过一条小路 到附近的耶稣教堂去上课 沙克夫既在戏剧系教课 也在文学系讲苏联文学 同时又要在全院上 大课教额文 虽然创校初期 生活和学习条件非常艰苦 但这些散发着 时代气息的年轻人 每个人都是朝气蓬勃 脸上充满着乐观的笑容 他们阳光灿烂 真挚动人 到吃饭的时候 大家都围在一起 一个圈找去的人 能够打烧一顶油 三个队打药洞 人家一队人都打得很好 打得完还书柜啊 书桌啊 还有沙发呀 还挺像个样子的 这是一个床 木头床 床呢 上面铺子 草 草 草什么草 就是 洋岸吃着马朗草 草铺子那边 我就一小辈子 一小辈子 盖一帮 铺一帮 建校初期的鲁役 依靠边区各党灯机关的支持 解决了基础校舍和物质吸养 同时也接受各界人士的经济捐助 阴漏旧简地完成各项筹备工作 我们的书室 一个窑洞 南北看嘛 有一个桌子 放桌 以后呢 中间是一个灯 先是一个灯 总觉得不亮 很多男童子棉袄 破棉袄 还是入纸破了 就抽一个棉花出来 自己又黏一个 又加一个灯年 就两个灯年 就亮一点了嘛 当年在鲁役学习的冯松 虽然已经是营级干部 但按照八路军当时的规定 他必须要两年 才能换一条裤子 都在阳河里边 提早游泳 等到游泳完了 这瓜子找到了 这裤子找不到了 那或者裤子 只有你跳 那怎么办呢 吃腿 从牛肉池 牛肉池河里边 回我们学校 生活上是很不习惯 很苦 但是有这么多年轻人 在一起 就不觉得了 1939年的12月28日 延安下起了大雪 当晚有鲁鱼师生排练的 日出首次公演 毛泽东因为有事 不能前来观看演出 但是让演员们感动的是 当他们演出结束 退到后台 卸妆的时候 忽然有人进来说 毛主席派人来看大家了 此时正坐在灯下 卸妆的演员们 见到两个满身是血的 小战士走了进来 手里还捧着两碗 装着猪油的大碗 原来当年在延安生活 非常艰苦 演员们卸妆时 既没有下装纸 也没有下装油 演员们都是拿小刀 把脸上的油彩刮下来 再拿清水洗掉 毛泽东听说了此事 当夜就派人送来两碗猪油 两大碗猪油 在当时的延安是十分珍贵的 演员们也舍不得用 有人建议 拿着两碗猪油 炒小米饭做宵夜 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散统 以前是小米饭 早晨是中午 中午晚上都是小米饭 土豆 白菜 南瓜 这是我们主要的菜 开始我们用小米饭吃 吃小米饭 我们的菜就是菜汤 就里头只有几片土豆 经常吃不饱 我们就到了后山里边 捡马为热吃 由于经济封锁和自然灾荒 边区军民一度陷入 几乎没有衣穿 没有油吃的地步 和在延安的部队机关一样 鲁易实行的是 战时共产主义供给制 困难的时候 每人每天只能供应一斤小米 一钱油两钱盐 但贫苦的生活条件 并没有阻碍鲁易师生 对信念和艺术的执着追求 在陕北高原纵横起伏的沟壑之中 回响着他们乐观豪迈的昂扬旋律 越吃饱是越能吃 越能吃是越吃不饱 另外又年轻 可你别说精神可是好 就是说每天都有生活 这点上是很 就是说你不是坐在那等堂 是每天就去学习 老师跟你讲 再去练习 整理笔记 我们的笔记本都是非常好的 在鲁易的毕业生当中 有穆青 贺敬之 冯木 李焕之 郑绿成 刘斥 莫耶 王坤 成音 罗公柳 李波 石乐盟 于兰 秦兆阳 黄刚 康卓等文学家 艺术家和记者 他们日后从延安走向全国 并在各地生根 开花 结果 成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开拓人 和领军人物 鲁易的文艺工作者们 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 同时也创作出了一大批不朽的传世经典 几十年来 歌剧《白毛女》《黄河大合唱》 以及延安时期创作的许多文艺经典 在今天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就这样在鲁易培养了 这么一大批的文艺工作者 在文艺工作为中国的新音乐 为解放以后的音乐事业 都做出了很多工具 就这样在宝塔山下 这片博大苍茫的高原舞台上 一个个充满朝气的努力人 展开了他们青春无悔的生活画卷 在颜河之宾 正开启着一个朝日未来的精神坐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